特診組監聽立法院事件余波蕩漾 現在還延燒到了檢調單位 主聯邦元老白狼張安樂特別跳出來聲援檢察官 還打算要成立0972行動聯盟 同時他還計畫組成2000人的親衛隊 準備在國民黨全代會外反制嗆馬的群眾 張安樂的這項計畫呢 同時也被民進黨批評是黑道治國 主聯邦元老白狼張安樂成立0972行動聯盟 聲援檢調 察官說 立法院不能離掉司法權了嘛 立法院變成一個犯罪天堂了嘛 0972是國會支持 這些立法委員不能用特權來犯罪 比如來關說 利用預算壓迫檢察官不准上訴 不滿輿論一面倒 張安樂開炮 還打算組2000人親衛隊 在國民黨全代會反制嗆馬民眾 我們不會丟鞋子嘛 用和平的方式嘛 我要代表沉默的大眾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 人家表達不同的政治理念 純尊重人家的就是說人家自己的家務事 強調要表達另一種聲音 指示張安樂族聯邦協同身份難免惹爭議 國民黨現在需要靠張安樂這樣的人來當為世的小弟 特務治國還不夠 還要再加上黑道治國嘛 民進黨反嗆質疑 不論停馬嗆馬 國民黨全代會各路人馬齊聚 成型專區聲音應該很多元 有電TV層面 林一雲臺北報導